推开房门是书房也是客房 像这样子三房的格局 首购族很暗 不过台经院就指出 受到年改的影响 首购族的消费力 也意外折损10% 在年改的冲击之后 这些军公教的父母 他们过去可能习惯性 会自助子女 来做这个房屋的规划 但是在年改之后 他们可运用的资金分配也减少 影响人数 那么有超过33万人 而这一批同时又是 在这个国内的一个购房 也是一个主力 那么大概占两成到三成左右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一个年改影响 的确会对房市本身的一个需求面 造成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 小姐我们一边请 不仅首购足够买力下降 台经院最新评估 更显示台湾整体房市买盘 集中少数建案 卖压人未减缓 房市的整体的供给量 还是相对的比较沉重一些 同时也看到近期在价格的部分 又有这个比较趋于硬的一个状况 相对在一些比较浪力 个案比较大的 或者是在一些重化区的部分 反而交易上市会比较好一些 台湾回流房市可能有解药 但根据大型行库调查结果 台湾购地买厂偏好豪宅 一般住宅市场恐怕看得到吃不到 大部分的一个资金都是回流到 包括像是桃园的工业地 或者是厂房的一个购买 再来其次也包括他们的 如果企业的资金 有其他的一个分配或运用的话 那主要还是以比较高价的 包括像是豪宅 房市买气差 业者不让利 恐加压抑房屋销售 东森财经新闻 梁国鼎 黄福祥 台北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